港媒披露了李文青生的细节,李文与母亲姐姐共进五层后到浴室领域,约三十半,李文突然冲出浴室,左手流血,带姐姐的陪同下,由救护车送医 据知当时已经无呼吸脉搏,经抢救后恢复呼吸心跳,并曾恢复意识,执法人员在浴室发现一把占有血迹的指甲刀钳,又在气随生物品中发现其抗抑郁药物,单位发现遗书